在下种的关键时期 部分地区的天气却并不给力 河南省水利厅近日发布 河南已经达到了轻度干旱的等级 当下坡遭遇了干旱 抗旱保苗就离不开对症下药的科学指导 近日河南州口太康县的种植户们 开足马力提水 全力加强土地灌溉力度 在迅母口镇的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 农艺师正在指导大家科学灌溉 如果刺激高温干旱的情况下 要做好第二次缴水的准备 再一个就是病虫的防止 再一个就是除草剂 在玉米3到5个月以后 如果杂草除息了以后 要抓紧时间进行化学除草 目前太康县耕地已浇水133万亩 力争通过各项抗旱保苗措施 确保秋苗齐状